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石岳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方形单元画片的勾法 这里呢,我用的是三号的蕾丝线 我们先锁边起针 勾出七个锁针 找到第一个辫子,印拔为圈 另一个辫子,在这个环里面勾出十二个短针 十二个短针完成之后呢,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勾引拔针 开始勾下一圈 勾十五个辫子 到第二针里勾引拔 继续勾十五个辫子 到下一针里勾引拔 大家重复把后面的完成 我们一共是勾出了十二组这样的辫子 最后勾完十五个辫子 我们找到第一组根部 从这里呢,勾一个引拔针 开始编织下一圈 下一圈呢,我们还是在十五个辫子上面 开始编织 这里呢,我们需要把它引拔到上面 一直引拔到中间 第二组根部 为了完成的长针 锅针上有三个线圈 弄过来 锅完之后,四个辫子 勾一个短针 四辫子 四辫子 一段针 一段针 四锅针 还是在勾枣型的地方 再勾出一组 这是方形的拐角处 继续编织 继续编织枣型针 大家把后面的完成 一共要勾出四组这样的枣型针 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停下来 我们最后呢,在第一组上面再补出一个枣型针 就是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锅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一直现在拖过来 锅完之后呢,勾两个辫子 勾一个中长针 连接 好,下一圈呢 我们开始从中间开始编织 三锁针起立 依然是编织枣型针 再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四个锁针 一个短针 四辫子 在下一组上面勾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完成之后,四锁针 继续勾一个短针 又到了拐角处 扫形针这里呢,不变 还是勾扫形针 这一圈呢 它的中间间隔的辫子呢 增加了一个,变成了五个 四辫子一短针 中间四辫子上勾 一组枣针 四辫子,四辫子 再继续完成 最后我们是勾一个短针 最后我们是勾一个短针 四个辫子 在这里呢,继续完成 继续完成一组枣针 好,勾完之后 一二三 在第一组枣针 刚开始勾的这一组上面 勾一个引拔针 我们开始编织最后一圈 这上面呢,是四个辫子 我们直接勾过来 勾五个短针 四个辫子上面全部勾五个短针 这个拐角处五辫子上面呢 我们要勾出七个短针 到了拐角处 这里呢,勾出七个短针 好,又到了四辫子这里 依然是勾出五个短针 大家完成后面的 好,最后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勾引拔针结束 这样呢,这个方形的单元画片就完成了 大家想连接的话 我们这个外围全是短针的话 大家就是直接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勾针,勾短针 这样,正面相对 也可以用缝一针呢 一针挑一针 可以缝合 方法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的视频 好,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